好 最近的消息 赶快带国人朋友来掌握 今天下午的时候 台中风原警分局 接获了民众报案 说在大洲路一处的厂房 有塑胶筒发出了 阵阵的恶臭味 警方到场之后 发现这桶子里头 居然装有一具遗体 所以立刻拉起了封锁线 进行采证 据了解这名死者 疑似是两年前的失踪人口 目前警方已经掌握到了 嫌犯的行踪 要寻现代言 目前这位死者 我们从他的身刑 研判应该是男性 因为他现在大笔 还在被部分的水泥封住 要等法医再把它整理 然后把它整理出来 那目前研判从身刑 研判应该是男性 但身份我们还在早上中 根据我们现场的租约来看 应该是已经有三年多了 你是说这个二房东已经租了三年了 应该是说 跟二房东租的这一个人 已经租三年了 早知买的东西 我们只相当 candy 根据我们提供 出ate 很好 感谢观看